經過這個測試然後判斷 先想辦法把這三層到四層 重慰了這個紅色的漆料部分 先移除掉 先移除掉 然後慢慢的以四伏法或機械的方式 然後配合適當的溶劑 來把上面這個老化的 舊化裂化的這個保護層 這個核色層拿掉 看看能夠恢復它到什麼程度 然後再來決定之後的這些填補 保護層的屠副 還有這個泉舌 還有這個泉舌 最後保護層的這個屠夫的這個動作計畫 我們在處理起來也要格外的小心 那才能夠把這樣子的比較珍貴的這樣子的文化資產保存下來 再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